什么叫做老当益状 主播洪淑芬要带我们拜访这位手工馒头店的老板赵老先生 他已经是101岁的人瑞 照样天天做山东馒头 原本赵老先生在市场卖猪肉 70岁才转行 和家人们在自家的楼下卖起杠子头葱油饼 他的馒头是老面自然发酵 杠子头还印上了国民党党规 把从军的艰困生活和儿时山东记忆的味道 都揉进面团里 高峰砍出一道道光芒 这是山东人的主食杠子头制作的过程 拿刀的主人已经101岁 他是人类赵老先生 在台北市卖北方面时已经30多年 这块四两重的面团 承载着他百年的记忆 还有16岁从军随国军来台的点点滴滴 砍出花纹的杠子头面团 还得盖上这印才算完全 再盖党规跟国徽 国徽党规都混在一起了 以前就是跟国民党来的就是磕这样子的 真的有12道光芒哦 对啊对啊 这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国库 说话的是赵老先生的儿子 他原本和父亲一样在市场卖猪肉 但父亲年纪真的大了 几年前就回来接手经营饭头店 这好像这个木头比较硬 一木刻硬的挡灰和中间的香字 已经有点模糊不清 但杠子头放上炉火后 那淡淡的自然香气 却是记忆中不变的家乡妈妈味道 这家乡是香菜 是澳湯是葱 嗯 抽策的时候很香 我学的时候哪有抽策的 很香啊 这就是自然的香味道 自然香味道 然后跟一般的不一样 不一样 跟天然的那个味道行 不一样 炉子上烘烤杠子头 还顺便烧开水 一点资源都不能浪费 门口的小炉火手工慢慢烤 上炉烤颜色 下炉烤熟度 还要不停的转动 40分钟才烤十一二个 一天下来只能出炉上百个 客人晚一点来经常买不到 哇 猫脸耶 你要原味的还是全卖的 就是杠子包 对 客人每次都买一大包 对啊 我都是包这样一包一包这样子卖 小小一家店除了路过的常客 还有远从屏东海南苗栗 打电话来预约宅配的 附近医学院的医生 学生 很多都是老顾客 现在都很少用老面的 对啊 都用那个发酵那种吃的 对啊 那个荣总的医生他来吃 他都买别人的馒头 吃了马上他自己有胃脏气 吃了马上就脏气就很不舒服 他就来吃半个火烧 他吃你的馒头就不会脏气 马上知道你又没有放东西了 说着一口浓浓 山东相应的人类赵老先生 年轻时随国军来台湾 三十年前七十岁 人生退休后再转业 开始迈起山东老家的主食 这几年慢慢交棒给儿子 连原本在餐饮业工作的孙子 也回家帮忙 我爸跟我妈起来找 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是晚上比较晚 对 分梯子啊 对啊 一家三代联手经营 还奔三班擀面团 从清晨两点忙到深夜十二点 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 烤完了杠子头 接着得准备做韭菜盒子了 最锅韭菜盒子的馅料 或者粉丝 豆干 小虾皮和蛋 包进了抹了油的面皮里 再用盘子边缘切边 这里的古董工具和人类老先生一样老 盘子一用五六十年 他们的韭菜盒子和市面上的做法不同 完全不用油煎 而是放在炉子上以火干烙 吃的是馅料的香和面团的原味 自然发酵不一样 所以这还有分啊 对啊 这是比天然的还好 制作杠子头的面团和馒头的不同 不能搞错 馒头的老面团是自然发酵 经过一整夜的酝酿 散发出一股触动食欲的微酸 拉起来还会堪息 用这样的老面团做馒头 可以增加弹性和风味 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人类夫妻退居第二线 当其总监督 面团有没有到位 老奶奶一尝就知道 减水加的不够 老面团有点微酸 切好的小面团得全部集合 再重新来一次 虽然是一家小店 赵家的馒头可是坚持最高品质 一点都不能马虎 马虎的话就不好吃了 每天吃馒头杠子头的人类夫妻 身体还很硬朗 他们用历经岁月的双手 揉出一团团的香 一家人就着一张老桌子 继续地揉面团擀面团 蒸出一屋子的香气 代代相传山东老家的味道